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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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好 第一次的大家的朋友 我是葉宛 歡迎我們前時來收看健康史一段 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大概四十幾歲 他是電腦軟體工程師 他一天裡面有一半時間 坐在電腦的頭前 另外鑽到那一半時間 也就是沒辦法離開電腦 所以有一天他在拍電腦的時候 突然間發覺說 他的頭髮怎麼痛得這麼厲害 但是非常特別的是 突然間阿嬤哥也很痛 而且很黏 沒辦法 很痛苦 結果他就趕快去病癒 你在這間學期的時候 這個護術小姐做檢查 染他的穿肥 染他的心跳 染他的體溫 一切都很健康 只有血壓高一點點而已 這個醫生也來做檢查 但是並沒有發覺有什麼 比較特別的醫生的狀況 所以就想說 他可能是緊張性的頭痛 或是一天都坐在電腦 頭前都沒有運動 所以阿嬤哥會痛 就開一些支撐油給他 不過為了安全 這個醫生就留你的病院觀察 一個小時觀察一次 五點煎過去 還有沒有什麼狀況 他就讓他回家了 不過他特別跟店員說 你回家的時候 你就用熱水 是不是你的阿嬤哥會 讓你那個肌肉疼痛的狀況 可以趕快減緩 這個李先生他就回去想說 既然要熱敷 不然就整個洗澡好了 他想說靜洗澡可以趕快緩解 結果就在靜洗澡的時候 那一箱很大箱就很浮起 等到他太太在拍的時候 他已經昏迷不醒了 趕快送到醫院急診 電腦斷層裡面就很明顯 有蜘蛛網的出血狀況 趕快急救 不過兩禮拜之後 那是不行就來離開了 所以今天要邀請大家 最會來關心的這個委託就是 你的醫學界方說是 來無涼去無中的這個隱形的殺手 爐內的動脈流 我們今天真的很高興 可以邀請到媽媽的病院 你的神經外科的主任張承輝 張主任 主任歡迎您 葉小姐你好 各位觀眾好 我是馬屆醫院神經外科張承輝醫師 主任請告訴你 什麼是爐內動脈流很恐怖 主持人問到一個 就是大家覺得比較神秘的疾病 爐內動脈流破裂出血 那在神經外科 這個算是廣泛性的腦中風裡面的一種 不過因為它的特殊就是因為 它跟一般的腦中風不一樣 它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腦子裡面 深部的大血管 有一個動脈流存在 那麼這個動脈流慢慢擴大以後 它終於撐不住這個血壓的壓力破裂 那大部分在腦內動脈有破裂出血的時候 在第一時間 也就是在第一天的時候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病人會死亡 那麼存活下來的病人 經過適當的治療 如果說要完全沒有任何的神經障礙 完全康復 大概估計只有三分之一 能夠完全沒有在沒有神經障礙的情況之下 康復出院 它是怎麼會變現的 它是什麼樣的呈現方式 怎麼會破掉的 基本上動脈流它是因為我們的血管結構不好 那這個血管它大部分是在我們的轉彎的地方 腦部深層的地方 血管結構不好 它經常承受血流的壓力以後 它產生一個凸起 那麼慢慢的這個血管壁變薄 變以後呢 它就這樣破裂 那麼這個破裂的時候 如果出血量大的話 那再很快的就會死亡 那有一些病患呢 它當天不會死亡以後呢 它會存活下來 那我們經過適當治療的話 要給它手術治療或是酸塞治療 才能夠保存它的生命 是 不過剛才主理你有說 你說第一次破裂 還可以存活得下來 我叫它是破裂 這個人就破裂了 很重要一點說 如果說今天動脈流破裂 都不會存活 那動脈流破裂 就沒有人會活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治療的 就是這些在第一時間 會存活下來的 對 所以說要再 為什麼說 我們要去知道這個疾病 我們要去知道這個疾病 要積極治療 因為如果說沒有得到 適當的積極治療的話 再破裂 它的死亡率會更高 如果這樣 我們是不是有些症狀 可以讓我們有一個警訊說 這個我可能要注意要去檢查 絕大多數動脈流它是破裂才會有發生症狀 對 對 破裂的時候 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它會有突發性的 劇烈性的頭痛 然後經常會伴隨 有頸部僵硬 有的病人會發生意識障礙 或是因為腦壓高 或發生嘔吐 或是腦神經障礙的一些情況會發生 如果它的症狀 好像跟一些心血管治病 或是腦部的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一般的中方 都很受傷 所以就是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是不是 還有更明顯的症狀 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跟其他的中方不一樣 有這個警訊 這個徵兆 對 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說 跟一般的中風不一樣 是 一般的中風 大部分是一邊的手腳無力癱瘓 是 但是 毒內動脈有破裂 大部分不是這種表現 大部分就是剛剛提到的 這些症狀來表現 是 就是很頭痛很厲害 還有頸部僵硬 只有少部 很少很少部分 這是在這個 後交通動脈 動脈 它因為說慢慢大 它沒有破裂 但是它去壓到第三對 腦神經 就是我們所稱的動眼神經 它會發生眼瞼下垂 疼孔放大的症狀 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警告信號 這種情況 才是只有不破裂 能夠 事先知道 主持人 要請教你 這個 輪內動脈瘤 有特別針對 對一個對象 好發主群 主持人剛剛問的 輪內動脈瘤最常發生的年齡 大概是在45歲到55歲的中年 那有少數是跟疾病有關係 像 比如說如果有多囊腎的疾病 這種很容易發生 輪內動脈瘤 是否最有影響還是說 通常這算是一種 跟遺傳疾病有關係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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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輪內動脈瘤 你就要比較注意 大部分是跟這個沒有關係 是喔 對 就是說剛剛提到的那個多囊腎 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 有一個家族傾向 是 這個疾病 很容易 偵測到輪內動脈瘤 但是其他的 倒是沒有這個情況 如果這個比較奇怪 它就突然間 因為這個血管的機能的轉變 因為這個構造 比較不好 就自己來發現 它沒有其他的誘因 沒有其他的什麼原因 因為大部分還是認為說 它是因為血管結構不好 可是如果說 一些身體的血管疾病的話 比如說 高血脂 血管硬化 高血壓 這些情況 它的病人還是比較容易 在這種血管結構不好的病人裡面 發生這個問題 是 主委員請教您 我們告訴你 如果有些乳內動脈瘤 也是已經破掉了 之後 是不是 很快就有些好癮症 對 因為 乳內動脈瘤 它造成的那個 致病的致死率非常高 它跟一般的腦中風比起來 它造成問題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在 雖然它的發生率很低 可是它的致死率 在1979年到1980年當中 我們的 臺灣的統計是 在初學性的腦中風裡面 它的致死率大概有5.9% 到了1982年的時候 那它的那個致死率 就已經到了10.1% 那都來路管 可是到1992年的話 我們的報告達到了11.6% 這個 這個有時候 也是跟我們的那個 診斷的 那個準確率提高也有關係 是 是 所以有什麼病發症嗎 後遺症 什麼後遺症 對 那麼 那 顱內動脈流出血以後呢 就是包括出血以後的一些病發症 它包括 它會有可能因為造成血管精緩 而造成很嚴重的缺血性的腦中風 是 它將來有可能會造成後面的一些 血管的那個癲癇發作 是 水腦的發生 是 還有造成一些神經症狀 不可恢復的神經症狀 是 所以我們的觀眾朋友就知道說 我們真的有這個 顱內動脈流破裂這些經驗的時候 你有這個病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你後面應該要更注意 要跟醫生有一個很密切的配合 才知道說 你是不是可能會引起其他後遺症 好時間的關係 我們要先進一大功課 功課完之後 就繼續來請教主人 要怎麼來治療 這個破裂之後 這個所有一切恢復 好 我們講過一個字回來 歡迎回來健康休息一點 今天邀請大家 最會來關心的這個媒體 可以說是我們醫學界 有給他一個外號 叫做不定時的炸彈的 這個顱內動脈流破裂 我們現在要繼續來請教主任 主任 我們要怎麼知道 要怎麼精短說 知道我們有這個顱內動脈流 所以說我們先要從電腦斷層去 知道說有蜘蛛末槍出血 是 那麼我們從朱姿末下鄉出血以後 我們高度懷疑有蠢內動脈流破裂的話 我們就要做血管攝影 是 經由血管攝影 我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病有沒有存在於蠢內動脈流 我們通常在我們的血管攝影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腦血管的深處 最深處的底下 這裏面 裏面 對 這個在 後方的這個地方 這個有一個血管環 叫做威力式血管環 這個在我們腦部 顱內動脈流大概有九成是在這個附近 是啊 所以我們要一旦發診斷出 顱內動脈流的時候 我們的治療大概就是要從這個地方 是 在經由手術或是痠塞的方法 一旦產生發生破裂 這個不是藥物治療能夠治療的 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手術治療 對 開腦 繼續把血管瘤夾除 或者是用線圈痠塞的方法 所以兩種方法 一個是開腦 一個是用線圈的方法 就摳起來 對 主持人 趕快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剛才聽你的說 就覺得太神奇了 這個手術是怎麼做的 那麼手術我們通常就是開腦 把頭蓋骨打開 很大的手術 然後把腦部 深部 因為它是藏在腦部的深處裡面 所以要把腦部的組織給搬開以後 找到這個血管 找到這個動脈瘤 用個夾子把它夾掉 就像說我們到了腦部深處以後 找到這個動脈瘤 在這個動脈瘤的頸部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像脖子一樣 用一個夾子把它夾起來 那麼它將來這個地方的血管 就算是正常的 就不會在這裡破裂 那如果說比較深處的 顱內動脈瘤 我們覺得說 手術不容易到達 或是到達之前容易破裂 或是產生嚴重的傷害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說 要不要用血管酸塞的 線圈酸塞的方法 線圈酸塞的方法 大概就是在1990年之後發展出來的 它是一種軟的白金線圈 就經由血管塞影的方式 從腹骨溝的大動脈 那一路一直深深到頸部的動脈以後 進入腦部動脈 那麼來到這裡以後 放個線圈進去到這個地方 把線圈放進去 那根據動脈瘤大小 它可能要放很多線圈 要把它完全塞滿 那麼它這個以後 等於是把它的整個血流 給阻斷 讓它血液不要再進去 它將來就不會在這裡再破裂 原來這個手術 它是把線圈放進去這個動脈瘤裡面 我呼吸是說 有什麼辦法把它拔起來 抬起來 不是 它就是把它放進去 所以如果是像這樣的動脈瘤 它就沒辦法放 就是說它的 如果頸部很大的時候 如果這個地方很大 線圈放下去 放沒有辦法在這裡面 它會流掉 這種情況是不適合放線圈的 這種情況只能用手術治療 所以是有什麼樣的環節 它是不適合用這種手術的嗎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這個頸部太大 還有其他有什麼疾病的環節 是我們不能夠幫它做這個手術的嗎 有嗎 絕大部分的動脈瘤 都能夠經由手術 或是酸塞的方法 來得到的治療 來得到的治療 主任要請教你 因為剛才你在說的時候 我就在想 因為它是看到那個度 我們現在把酸塞起來對不對 這裡已經鎖起來了 有可能會把這個地方不轉 這個別的地方 會不會生動脈瘤 跟這個地方是沒有相關的 沒有關係嘛 對 那其實這個地方 問題我先幫你治療出來 不過你的結構 如果是問題的時候 你會不會再長 沒有人會知道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主持人是 剛剛講的是完全正確 不過這個機會 並不是很高 所以要牽到 主持人是 有可能會再復發 就是說我們這個動脈 動脈瘤破裂的時候 所以通常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用手術的方法 把它夾處的話 那我們做完治療 不管是手術夾處也好 不管是線圈酸塞也好 我們通常做完了 都會再做一次血管攝影 確定說它的動脈瘤 一定得到適當的治療 那如果說夾處適當的話 大部分手術夾處的病人 是比較不會再發 但是如果是用線圈酸塞的時候 因為這個線圈 我們是當把它塞好之後 它有可能時間久了 經由血液的衝擊 它慢慢會變緊變小 所以這個動脈瘤可能 還會再跑出來 所以它這個可能就是要 在定期做血管攝影 來確定說它有沒有再復發 如果再復發的時候 那麼它還是要考慮 是在手術夾處 還是說再次的做算塞治療 主持人要請教你 我想一定有很多 當這個手術的患者 一定對這個治療有一個期待 他可能會想說 我們當這個手術之後 是不是 我因為這個動脈 這個動脈瘤破掉 所以陰氣的這些功能的喪失 會不會 就好想說 有的人他第一次破裂的時候 他可能視覺變比較壞了 而且是說他說話的能力不好 他會期待說 我擋過這個手術做一個酸塞 還是說開腦之後 我這些事實 都會適合到一樣 我想這裡好像有一個迷失 裡面是不是 請主任講到這點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做一個說明 這個顱內動脈瘤的手術或是酸塞治療 是在預防下一次的破裂 那已經出血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用手術或是酸塞 來完全讓他完全康復 那我們在做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儘快跟他手術跟他酸塞以後 預防他再次破裂 然後我們才能夠盡量給他最好的治療 讓他保持腦部功能 保存他腦部功能不要惡化 至於說已經出血已經造成的問題 這個不是手術跟酸塞 手能夠解決的 是 所以觀眾朋友這樣就有一個 很清楚的觀念 你原來實現那些公園 並沒有辦法因為這個手術 可以完全恢復到以前一樣 不過這個手術最重要就是 以後說你再有一次酸塞的發生 再有一次破裂的發生 是 今天我們的節目真的 很感謝張醫師來講對這個 盧內動脈瘤給我們做 很嚴重的介紹 還有講對這個手術的部分 跟我們做一個很嚴重的介紹 現在我們要休息一下 說過之後 是唯磨書的媽開美典 邀請大家 正在來聽上的文藝 休息一下 漂亮回來 中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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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過那句話就是你的一小寶 就是人類的一大寶 寶都很出名 當時有記者 跟另外一個遊園去外面 在柯爾德林跟他問說 人們都說阿姆書傳很厲害 很出名 你不出名 你會什麼種感覺 他在那個中間就跟他說 說他希望是帶到外牛第一步的人 讓人跟他打破了 不過我是什麼 我是對外牛回到台灣 帶到對白鷹球撩下的時候會帶到 我也很開心 所以有時候在我們生活中間 我們可以看到有信心的人 會跟對手講講話 所以這是人生的中間 什麼人可以這樣做 就是對上帝有信心的人 不是用名聲為做第一的人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看見 有時候 我們可以跟我們的對手講講話 對我們來看 是一種信心的表達 是一種信心的表現 我最大的幫助你 讓你有一種信心 擁有過一切的困難 祝你平安健康 歡迎回來健康心一段 今天邀請大家 最會來關心的這個話題是 爐內動脈瘤 我們今天非常地歡迎 可以邀請到 麻蓋便宜 這個神經外科主任 張成龜 張主任 來到我們的節目中 在節目上 要請張主任 來對我們的觀眾朋友 講幾句小丁寧 請 嗨 各位觀眾好 因為我是神經科的醫生 所以有很多朋友問我說 怎麼樣能讓我們的神經功能好 那其實我還是 希望大家就是要保持均衡的飲食 規律的生活 不要吃太多 多運動 每個禮拜最少要有三次以上 會流汗的運動 這非常重要 另外一點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的腦子更好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最重要的 我們不要做對我們腦子有傷害的 包括一些不良的藥物 不好的飲食習慣 這些東西對我們保護我們的神經系統 其實都比使用什麼好的藥物都來得要重要很多 是 是 既在一起的 感謝主委員 感謝你的小丁寧 謝謝你 其實 打拼不用怕 最怕是我們從北前不了解 今天的節目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講一個時間 也歡迎大家 心心的邀請大家 最會來關心我們的健康 在最後非常心心的 祝大家 身體健康 祝恩萬萬 再會